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祖法也说 是的 就目前来看感觉还不错 今天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 就看他们以后的发展了 阿祖法决定带着他们回家 老者已经开着车子往他们那里赶了 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哥哥的意思就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要打听到这个女人家住在哪里 去附近的邻居家里打探一下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老者也知道 他们兄妹两个是关心他被人骗了 既然他这么说了 他也放心上 但是他看人还是很有一套的 在他心里这个女人没问题 老者的车子已经停了下来 他还开玩笑说 等下次我把那个女人带过来 阿祖法和他的哥哥听他这么说 也知道老者肯定是很满意 老者现在的心态都变年轻了 他还和哥哥一起玩游戏 老者要重新找妻子这件事情 都没有和康特说 可能他怕康特告诉来了 他的女儿一直是不同意他爸爸在婚的 老者现在有什么事情都是和阿祖法商量了 他知道他们兄妹两个 会把他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一样操心 今天老者的女儿都没来工地上 他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知情 因为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 要是阿祖法说这个女人不好 他肯定也不会考虑以后的事情 所以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老者真的和这个女人有戏 那她肯定不会瞒着自己的女儿 她会好好地沟通做她的思想工作 莱拉也是一个民事里体贴爸爸的女儿 如果这个女人真的能和她爸爸过日子 估计也会同意的 可能这要有一个过程 要慢慢地才能接受 其实有很多网友也很担心 他们觉得这个女人这么年轻 要是看上老者 肯定也是为了他们家里的房子 你们担心的事情 阿祖法已经提醒过他了 他们也和老者说 让他慢慢地相处一段时间再看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结婚了 大家的关心其实也并不是多余的 毕竟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常见了 可有时候也不用把人想得太坏 因为这个女人也知道老者的人品 或许他就喜欢年龄大的男人 还有他在自己的婚姻中已经很受伤了 如果有这么样一个人温暖他 他们之间肯定也会产生感情的 老者虽然对这个女人很有好感 但是有他们兄妹的提醒 他不会太冲动的 不然以后麻烦事情一大堆 找妻子这种事情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真的缘分来了也挡不住